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明 今天我们来测评三款生活硬品 分别是插座 剪刀 还有卷尺 但是明明我本着部水视频的原则 今天把它们的plus版本买回来了 我们先拆一下这个升级版的插座 就这么一点点 这个插座我买的价钱是50块钱 看外观跟普通的插座转换器没什么区别 插上去了 现在就直接点击这个APP里面的插座设备 可以设置定时任务 延时任务 循环任务 好了 我们先连接一下这个灯吧 里面这个是小夜灯 我打开电源 你看 亮了 当然也可以开启这个定时 现在是14.48 我定到14.49开 你看 它自动开启了 我定到50关 你看 自动关了 我感觉是蛮实用的 比如你冬天啊 你躺在床上是吧 你不想下床关这个电路下 你躺在床上你手机关是吧 还有一个我感觉特别适合用的就是 电动车充电 大家电动车小猫里充电的时候 一般都是很容易过充 特别是晚上充的时候 所以这个的话 你可以定时一下是吧 我就担心这个耐不耐用啊 说实话 如果耐用的话还是挺推进的 好了 拆一下第二个 激光卷尺 这个跟我以前测评的那个激光尺差不多 增加了一个卷尺功能 但这个我花了119块钱啊 这个一个显示器 外观跟普通的卷尺差不多 这里写的5米加40米 也就是5米的这个卷尺 40米的激光测距 卷尺的大小跟普通的也差不多 稍微大一丢丢 这里一个按键就启动这个激光测距功能 然后按2秒 这个显示器好小 现在测试到我手中的距离 距离出来了 0.249米 也就是精确到了毫米 好了 我们测试这个地面 到这个天花板的高度 1.897 我们再有尺量一下 感觉是没什么差别 再测量一下你们到我的距离啊 这也尴尬了 0 好 这个激光卷尺 其实就是把以前那个激光测距离 和这个卷尺融合在一起的 先不说这个激光测距的这个精准度如何 肯定也相差不了太多 再说即使这个卷尺 你平常这么长距离的测量 十几二十米的测量 也未必有这个激光卷尺那么准次吧 包括在市内你要测量这个房子的长宽高 你用卷尺的话 一个人不特别费近视吧 这个的话你站到一个点 这里射一下 那里射一下 前面射一下就好了 除了价格稍微越贵一点 还是挺贵的 好了 简开 第三个激光镭射剪刀 就感觉一片小旗哈 这个会不会有点小血鬼呢 这个相对于普通的剪刀来讲 这个也是增加了一个激光 在这个地方里面也看到 是一条线啊 然后这个激光又在这个剪刀上面 平常我们剪东西的时候 如果剪歪的话 肯定是这个剪刀抖动了是吧 但你一抖动这个激光也会抖动啊 所以这是啥意思 网上也没有看到它详细的用法 平常我们剪的话 你看 剪这么短距离的 都是直线啊 所以还会剪歪吗 但是你要剪这个长的话就容易剪歪 感觉也挺直的 稍微有点歪 这个剪的话 我有点温乱 这刀到底咋剪 它这个线也不会固定到这个纸上面 还是弯的 真的如果你使用这个激光这样剪 还是没法剪得特别直 甚至我感觉还没有 我就是用眼睛瞄得准 除非就是你剪之前 这样做一下记号 你看 稍微做一下记号 做完这个记号之后 你再圆着这个记号来剪 这样做一下记号的话 还是挺笔直的 所以你用这个激光剪刀 你要剪直的话 还是得做记号 但是我感觉还不如买一个尺子 来得香一下 这个激光我发现就是 它刚射出来的地方就比较清晰一些 你超过20公分以后就越来越淡 甚至到后面看不清了 当然这个我感觉还有一个功能 可能就是你剪完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激光 用来检查一下 但你剪的准不准 以这个激光为参考 明显是歪了 这个稍微值一点 你看能看得出来 总的来说这三款生活用品的升级版 个人感觉这两款还是比较推进的 最推进的我感觉是这款 这款可以手机遥控的这个插座 这款我感觉也挺好的 但这款就是稍微价钱有点贵 100多块钱 这个20多块钱虽然便宜 反正我是感觉不到什么很大的作用 买一把尺子不消吗 不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篇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